第七十三章绿影血踪,不要动,一手拉住墨阳,沐云沉声道,看到墨云谨慎慎的表情,墨阳一时之间待在原地,不知所以,那不是枫林草,墨云接着道,是枫命草,形似枫林草,可一旦沾染,剧毒蔓延全身,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听到墨云的话,墨阳浑身一个机灵,立马后退, 这时,他才仔细看向那大片的蜂蜜草,在那蜂蜜草草坪上,十几具尸体,浑身不满密密麻麻刀刃一般的伤口,此刻那些伤口,鲜血已经流浅,尸体表面泛住白色,看上去恐怖不已,反而是那些蜂蜜草下方,像是染了红料一样,烟红逼人,从现在开始,紧紧跟在我身后,不要乱动,是,两人不断前行,却是浑然没有发现, 身后那些被黑蜘蛛蟲吞噬过的尸体,竟是慢慢蠕动起来,这山洞庞扶绵延不绝,可是奇怪的是,在洞壁周围,却有一些亮晶晶的石块,散发着光芒,使洞内倒不至于太昏暗, 师父,我们走了小半个时辰了,什么宝贝都没有,反而是看到不下百人丧命在此了,嗯,这风铃洞,据说是一名灵穴镜五重的舞者遗留下来的洞穴,可是现在看起来,很不简单,我,看到墨阳一副惊讶的表情,沐云无奈摇头,你傻吗? 沐云许知道,倘若真是一名灵穴镜五重境界,强者留下的墓穴,怎么可能凶险如此大,而且,就连一些灵穴镜三重,四重的舞者,都丧命在此了,哦,你个头,你小子,能不能不要有那么多问题,否则我把你塞到那蜂蜜草里面,让你精血被抽钱,继续前行,墨阳闭上了嘴,却是满怀惊奇地看住前方,咚,突然,前方深邃, 深邃的通道内,毫无预兆的,一道东响声响起,咚咚,随着两人前行,那咚咚咚的声音越来越响,直到此刻,沐云才发现不对劲的地方,沿途走来,整个山洞内,到处都是尸体,可是到现在,尸体却是骤然减少,咚咚咚,眉头一皱,咚咚咚的声音越来越响,而后,那空荡的隧道内部,一里幽光,突然亮起,突然间, 后背一道凉嗖嗖的冷风,袭背而来,躲开,一把将墨阳拉到背后,沐云毫不客气,一拳轰出,砰,低沉的砰响声响起,一道身影,砸向洞壁之上,深深陷入其中,一声大叫,墨阳一屁股坐在地上,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 师父,这是,尸体,尸体居然会动,诈尸啊,废话,我看不到吗,亏你还是我的学生,给我站起来,看到墨阳一屁股坐在地上的狼狈模样,沐云骂道,虽然嘴上这么说,可是沐云也清楚,当年,他第一次见识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心中害怕,是,不知为何,听到沐云的话, 沐云心底泛起一阵勇气,立刻站起身来,这种叫血尸,是一种邪恶的手法,将武者精血吸钱,然后控制尸体,进行杀戮,尸体越多,血尸就会越受到感染,战斗力越强,所以,不用怕,这些尸体的实力,大不如生前,话虽如此,可是沐云眉头却是紧紧皱起,炼制血尸这种手段,当年他也曾见识过,可是没想到, 在小小的北云城,居然会出现这等情况,我明白了,沐云手中,青缺剑出手,看住后方树石道血尸涌来,一股战役爆发,杀,一声嘀喝,沐云轰然向前,叮叮叮,长剑劈在那些血尸身体上,居然是发出一道道金属胶碰的叮响声,让沐云脸色大变,纵然是血尸,防御力也不用如此变态吧,师父,人呢, 一剑被一名灵穴镜一重强者的血尸震推,沐云胸口一阵翻滚,回身看向沐云,可是此刻哪里看到沐云的身影,这些血尸,就交给你练练手,师父把最后的幕后黑手给除了,幽深的洞穴内,沐云的话语飘荡着,只留下被封钱了一般的沐云, 我靠,师父,看到沐云一流烟消失不见,沐云只感觉天都要塌了,可是此刻,他却是顾不得想这些了,洞口处,那些原本躺着的尸体,此刻已经是一只只不断围了过来,拼了,想跑都来不及了,沐云只得挥动着轻缺剑,奋力击杀,虽然这些血尸,生前每一个都比他强大, 可是现在却是动作有些缓慢,只是防御力惊人,但是沐云毕竟领悟了剑意,一剑挥出,气势惊人,倒是不落俗透,此刻的他,彻底挥动剑意,只感觉清缺剑与自己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渐渐不分彼此,杀,渐渐的,沐云有些杀红了眼,而另一边,沐云加快脚步,运气全身真圆,朝着山洞深处快速追去,那一抹绿光,虽然暗淡, 只是出现片刻,可依旧是被他捕捉到,他相信,以沐亚五重凝气近境界,评级剑意,抵挡住那些血尸片刻不成问题,但首要的,却是解决幕后黑手,这些血尸,不会平白无故出现,此刻,回想到北云城内越传越盛的消息,沐云渐渐渐有些明白,恐怕那些消息,是有些人暗中推波助澜,才导致如此火爆的场景,给我停下, 手中一柄匕首出现,沐云瞄准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一抹暗虑,抛出手去,扑驰,一道扑驰声响起,身前的绿影晃动了洞,最终停了下来,你是谁? 再停那绿影十米距离,沐云开口喝道,结结,前面那些灵穴镜的舞者都发现不了本作,你居然能够发现本作,肉身八重举丹尽,确实是了不得 仔细看去,沐云这才发现,那绿影是一道全身笼罩在绿色披风下的身影,身高一米七左右,脸上戴着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看到此打扮,沐云心头突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绿影血垫,你是绿影血垫的人,笨,听到沐云的话,那绿意人一双绿油油的眼睛,盯着沐云,满脸震撼 你怎么知道绿影血垫,绿意人惊诧道,绿影血垫早在五千年前负面,现在也没什么绿影血垫,只有我们绿影血踪 臭小子,本作看你知道的还不少吗?那绿意人盯着沐云,道,不如把你炼制成血尸,肯定是一大助力 绿影血垫负面,绿影血踪,万年时间过去,看来,很多事情都改变了 曾经的沐云,得知绿影血垫也是在他称霸小千世界之后,一次无意间游离之时发现 绿影血垫,专门炼制血尸,这种血垫,恐怖不已 只要有尸体,绿影血垫便可以不断炼制血尸,依靠血尸来战斗,只要有战斗,就有杀戮 尸体总会是源源不断的,血垫的恐怖,他当年也是见识过,深深明白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感觉 试想想,倘若亲朋好友被杀,被炼制成血尸,然后再反过身来,对付自己,下杀手 对付的是曾经自己的亲人,不下杀手,死的就是自己,这是一种对心灵的折磨 嘿嘿,小子,没想到你来自北云城,知道的信息反而不少,看来你背景也不简单 本作倒是对你很感兴趣,呵,大言不惭,小小的灵学尽一重 仅仅是开辟出河谷学真元汇聚而已,还敢如此口出狂言 大言不惭的是你吧,听到沐云的挑衅,绿衣人冷笑道,灵学尽一重,杀你足够了,把你炼制成血尸,恐怕很有趣 我呸,当年绿影学宗,只有通神十重境界的舞者,才能够被称为本作 你一个小小的灵学尽舞者,还敢以此自居,通神十重 听到沐云的话,绿衣人心中更是惊讶,连通神十重境界你都知晓 看来是来自不一般的实力,虽然看你仅仅是肉身八重聚单境 可是你的实力,比那圣丹宗的一些弟子看起来强多了 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我对你可没兴趣 摆了摆手,看住绿衣人,沐云身上一阵鸡皮疙瘩涌起 可是手下一柄利剑,却是缓缓出现,轻缺剑 此刻,沐云手中握着的正是轻缺剑 只是这柄轻缺剑,沐云却是加了增强气纹和辅助气纹炼制而成 虽然是上品烦气,可真要论实力,绝对不输于一般的下品玄器 杀,一声低含,沐云一剑挥出 丁,绿衣人手掌伸出,五指前枯如同树枝一般,呈现出灰色 他手掌一握,轻缺剑带起片片血花,吃了一声,鲜血飙出 鲜血飙出,两人同时心中震撼 沐云惊讶的是,即便是灵学镜一重舞者,开辟了河谷学之后 按道理来说,也不可能抵挡住他这一剑 至少手掌能够被砍掉 可是这绿衣人,只是手掌上出了一道血痕 绿衣人心中更是震撼 身为绿影血踪的人,他知道虽然是灵学镜一重 他的肉身并不算强 可是无论怎样,他毕竟是灵学镜一重 刚才沐云那一剑,若不是他以河谷学真元全力抵抗 恐怕手掌已经被砍下来了 第七十四章三角小顶 这饼剑,不仅仅是繁奇那么简单 没想到小小的北云城 居然会出现如此高深莫测的练骑师 绿衣人下意识地认为,能够炼制出如此精妙丰锐的玄器 至少是一位高深的玄器师才对 过奖了,长剑在手,沐云丝毫不敢大意 眼前的绿衣人,秀为道达灵学镜一重 最重要的是,他是绿影血踪的人 这就让沐云不敢大意 如果他所料不差 这家伙应该是当年的绿影血垫后人 再次建立的绿影血踪 他可是深深明白,绿影血垫当年的那种恐怖 几乎是灭了一块大陆的全部武者 嘿嘿,小子,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绿衣人嘿嘿笑道,不但知晓很多隐秘 手中还会有这样一柄武器 炼化你,或许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话语落下,沐云身子前倾 手中倾缺剑,随着手掌摆动起来 不影之剑 一剑出,沐云身前 磅扶突然出现又一道身影 那一道虚影 不知是何种力量所炼制 虚幻却又真实 不仅如此 那一道虚影手中 有握着一把虚幻的长剑 随同住沐云的身影 冲向绿衣人 结结 武器也不凡 嘿嘿一笑 绿衣人双手成爪 爪印蹦出 咚咚两声 朝着沐云直逼而来 斩杀你 我看那虚影如何自处 做梦 碎印 一声低喝 沐云左手突然拍出 三道碎印成品自行 或在身前 手中轻缺剑更是穿刺在品字中央 攻防一体 砰砰 两道炸响声响起 绿衣人毫无阻拦地将沐云身前 碎印击散 嘿嘿 毕竟才是肉身八重境界而已 争鸣一笑 绿衣人一瞬间破开沐云防御 心中顿时得意不已 只是下一刻 一道冰冷的气息 突然从背后传来 那是一种多年游走在生死边缘的直觉 绿衣人二话不说 抛下沐云 回身便是一拳轰出 临学镜十重境界舞者 开辟体内十大学窍 每一个学窍 分散在身体不同部位 而临学镜一重境界舞者 开辟的正是处在双手虎口处的河骨穴 使得双手充满真元 力量突增十倍不止 绿衣人反手一拳轰出 恐怖的力量 坑的一声 回荡在整个山洞内 经久不息 滴答 接近的山洞内 坑响声落下 滴答滴答的声音 不断响起 呼呼 绿衣人不断喘着粗气 似乎极为愤怒 转过身 看住沐云 一双眼睛 急欲喷出火来 你 真的让我怒了 切 看到绿衣人 手掌只剩半截海连层胳背 沐云窃了一声 他明白 虽然 虽然绿衣人是灵学进一重 可是绿影血踪的人 向来是以炼制血势为重点 对自己身体的磨练 并不是很在意 只是渐渐地 随着绿衣人的手掌 缓慢地和手臂附和 沐云的脸色 等时间变了 我靠 这都行 沐云可不记得 绿影血踪还有这一手 难不成是后来的绿影血踪之人 又独自创造的 这是我绿影血踪身外化身之法 以自己满意的一具尸体来施展 你断我一只手掌 坏我化身 我今日必要生厌你肉 身外化身 还没来得及沐云多想 那绿衣人 已经是冲了上来 只是这次 绿衣人双手支架 如疯狂窜起的野草一般 眨眼间长到一米多长 那支架表面灰白 可是边缘却是看起来薄如缠翼 而且粘带着钉点锯齿 瘦死 一爪五指如同镰刀一般 朝着沐云脑袋上刮去 刺破空气传来的咔嚓咔嚓声 让沐云感到浑身上下一阵寒风涌过 弥天印 手掌一翻 沐云双手间 两道印记打出 丁丁的声音响起 两道弥天印碰撞在绿衣人手指指甲上 丁丁作响 绿衣人的身影被隔挡片刻 再一次 沐云又是挥出一剑 捕风之剑 一剑出 整个山洞内 原本平静毫无波澜 可是却是在沐云一剑挥出之后 风声鹤唳 哇哇乱鸣之声 迅速蔓延 似乎在这一瞬间 风被一股力量聚集起来 散发着狂暴的力量 找死 看到沐云还敢忽悠他 绿衣人眼神冰冷 杀意浪然 食指指甲如同切割刀一般 直逼沐云而去 咔咔咔 只是在这一瞬间 咔咔咔的声音响起 绿衣人食指瞬间断裂 连带手指被连根削平 只剩下空白的手掌 山洞内 瘾人的嚎叫声响彻起来 混蛋 一个混蛋 看住沐云 绿衣人此刻眼中满是骇然 明明只有肉身八重具 单进境界 可是却能够爆发出 如此强悍的力量 这个家伙 到底是谁 骂那么大声干嘛 死之前还不消停吗 沐云眉头皱着 轻缺剑一直握在手中 你放心 我会让你痛快地死 手掌一抬 轻缺剑轰然便要斩下 慢着 慢着 食指被废 绿衣人跪在地上 哀声道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身上有着洞穴主人的宝物 宝物 没错 看到沐云星洞 绿衣人急忙道 这座洞服 本是我无意间发现 这才停留下来 并且在北云城散播消息 引人前来 供我炼制血尸 但是这其中 确实是有一件宝物 什么宝物 一座顶 绿衣人说着 断掉手指的手掌 颤颤巍巍从怀中 取出一条吊坠 沐云常见一条 那吊坠落入手中 仔细看去 在那吊坠下方 确实是有一个小顶 只是这顶 实在是太小太小 只有拇指般大小 但是触摸在手中 却是足足有数石精重 你从哪里得到的 这是这山洞 尸骸身旁得到的 我看它虽然渺小 可却是十分精致 可是到底有什么玄妙 我也不知晓 你当然不知晓 沐云黑黑一笑道 因为你不是炼丹石 话语落下 突然间 砰的一声乍响响起 沐云手中的小顶 豁然变大 这是 原本精妙的小顶 豁然增大 足足变换成一人多高 顶成三角 圆形 上下布满了 一道道青色的古朴纹路 纹路之中 似有丝丝亮光闪耀 看到青色三角顶 绿衣人呆了呆 脸上露出一丝懊恼的神情 你也不用懊恼 这三角顶给你 你也用不了 只有炼丹石 才能够明白其中道理 沐云说着 走上前去 仔细观察着三角顶 嘿嘿 顶是宝贝 我已经给你了 可以放我离开了吧 想得到美 这枫岭洞内 原本有枫岭草在 我问你 现在都在哪呢 这 说 绿衣人颤了颤 道 枫岭草被我炼制血尸 糟蹋了大半 不过这种草药 还有一点用处 所以我只留了一株 一株 看到那绿衣人颤颤巍巍的样子 沐云恨不得提起剑 将它斩杀了 好 现在说说 你来到北云城 到底所谓何事 将绿衣人身上 唯一一株风铃草收下 沐云开口道 我是 咻 扑吃 那绿衣人刚刚开口 想要讲述 一道破空声响起 紧接住 绿衣人脖子被贯穿 鲜血喷洒在沐云身前 刷刷 刹那间 两道风声 从沐云身边穿过 由洞内深处飘出 看住那两道身影 沐云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刚才那两人 实力强悍到 一种令他窒息的感觉 即便是一副沐凌尘 也没有这种强大的压力 糟糕 来不及多想 沐云急驰而出 他突然想起 沐云还在洞外围 收起三脚顶 沐云一闪身 离开山洞 只是 随着沐云离开 那脖子被冻穿的绿衣人 渐渐蠕动起来 居然是慢慢地 如同褪皮一样 从皮囊内走出一人 此人面色白皙 浑身上下 不住一雾 全身透露着婴儿般的稚嫩 嘎嘎 吕扇 这次 你可是栽了的大跟头啊 那面色白皙的男子 刚刚站起身来 一道阴阳怪气的笑声 嘎嘎响起 飞驰 换成你 你也是这副模样 少在那说风凉话 我损失身外化身 几年内就能修炼回来 重要的是那三脚小顶 那可是宝贝 回去交给特使大人 又是大功一剑 嘿嘿 吕扇啊吕扇 虽说你我都是宗门护法 可是你我真的是 智商不在一条线啊 你 那小子虽然仅仅是八重聚单进 可是本身剑术高超 而且感官敏锐 你以为是我把他吓跑的 他是因为我跑到外面 担心对外面那个家伙不利 才急忙出去的 笨 吕扇脸色一惊 他可是知道 飞翅可是灵学进二重境界了 居然会不是那家伙的对手 怎么可能 你也不用猜了 这风铃洞 只是我们奉命来调查 特使大人的计划 远远不止于此 我们还是尽快回去复命 飞翅 你可知道 特使大人要做什么 做什么 飞翅冷笑道 我们绿影穴店 在万年前是响彻 整个天运大陆的存在 现在却仅仅是绿影穴宗 藏头鹿尾 这一次 特使大人准备发动大战 第七十五章洞口埋伏 听到飞翅略显疯狂的话语 吕扇脸上没有一丝畏惧 反倒是满脸疯狂 占领南云帝国 以南云帝国为根基 进击整个天运大陆 对于任何一个宗门来说 都看似不可能 但是对于绿影穴宗 却是十分有可能 绿影穴宗 不以活人为战争工作 而是尸体 只要是战斗 必定死人 而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炼制血尸 不断壮大几身力量 战争 是每一个绿影穴宗的人 最渴望的事情 只有战争 能够给他们带来强大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吕扇脸上露出疯狂的笑容 这样一来 恐怕不出一年 我的身外化身 就可以再次炼成 到时候 就以这小子的身体 作为我的身外化身 阴森的山洞内 传出节节的怪笑 两道身影 渐渐消散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墨阳面对近百名血尸 苦苦支撑 一开始还好 可是他毕竟是 只有五重宁气静 气静力量终究是弱了些 渐渐便有些扛不下来 该死 看到洞口外 一道道身影不断冲过来 墨阳只得紧咬蛀牙 继续坚持 师父已经进去有些时辰了 不知道到底如何 哎呦 小伙子不错 生死攸关了 还知道惦记住师父 正在此刻 剑光突起 扑哧扑哧的声音响起 墨阳身前并列战里的 七八名血尸 应声倒地 剑意 看到那一剑 墨阳心头狠狠颤了颤 墨导师 您领悟了剑意 我有说过 我不会剑意吗 看到墨阳吃惊的样子 墨阳撇了撇嘴 剑意 只是剑客最基础的领悟意境 强大的剑客 领悟剑意之后 还会领悟剑士 甚至是拥有自己的剑心 现在墨阳并不能领悟这些 神人 师父您真是神人啊 看住墨云 墨阳几乎双眼闪着星光 剑意 整个北云城 目前为止 只有他墨阳一人领悟了剑意 谁能想到 一只不显山 不露水的墨云 居然也领悟了剑意 看你还敢念着师父 就在教你一些真本事 好嘞 不知为何 在看到墨云的一瞬间 墨阳心中 无由来地生起一股安全感 看好了 说话间 墨云已经是一剑挥出 依旧是不影之剑 可是这一剑 墨云一道虚影 却是出现在那些血弑中央 挥手间 虚影手中的长剑 凌厉的剑气 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将周围竖到血尸的脑袋 扫了下来 剑意 看到这一幕 墨阳呆了 同样是剑意 可是墨阳能够明确感觉到 墨云的剑意 比他的强大十倍百倍不止 这并不是境界上的强悍 而是一种本能上的差距 单纯的剑意之上 墨云比他强了太多太多 倘若说他的剑意 是稚嫩的婴孩 那墨云的剑意 则如同魁梧的壮汉 给人波涛汹涌的震撼 剑意 也有不同 最开始领悟剑意 只能说是剑意入微 而后小成 大成 大圆满 最终 由剑意入剑事 那时候就是剑随人走 剑随心出 才是真正的剑客所中心的 剑意入微 小成 大成 大圆满 听着这一个个新鲜的词语 墨云只感觉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他自认为领悟了剑意 已经是在北云城无人可比 可是到今日 沐云又是给他展开一片新世界 剑意入微 如今的我 只是剑意入微 墨云不断自语住 眼中锋芒锐意 越来越强盛 沙 两刀身影 穿梭在山洞之间 渐气四散 潇洒快意 强 阴影处 两团暗黑色光影缓缓如洞柱 低沉的声音响起 此人肉身八重境界 安熟炼丹 手上有一柄神兵 居然还领悟了剑意 实在是强 所以我才没有贸然出手 倘若他是天运大陆哪一个宗门长老子孙 或是门主子孙 我们费了大手脚杀了他 就是得宗门招来麻烦 另一道声音道 你也明白 咱们绿影血宗现在想要崛起 必须从一些帝国驻守 得罪那些宗门 可是极为不利了 明白了 不过此人需要向特使禀告 留意一下 嗯 现在还是立刻向特使复命 要紧两道虚影 庞扶从未出现过一般 就此消散 呼 时间缓缓流逝 最终 两道人影一屁股都坐在地上 师父 总算是完了 是啊 是完了 沐云嘴角露出苦笑 当年的他 在八重聚丹靖 足以越阶挑战灵学境境界舞者 面对数倍敌人 斩杀之后 脸不红 气不喘 可是现在 仅仅是数十名行动缓慢的血尸 就让他气喘吁吁 看来这具身体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必须要解决了 肉身食虫 本就是淬炼身体为主要目的 倘若身体留下一丁点问题 在跨入到灵学境之时 便会在每一个境界的跨入之时 都面临着残缺的问题 走吧 休息片刻 沐云拉起沐阳 朝着洞口走去 他身上只有一株风铃草 想要炼制风铃丹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就算是最顶级的炼丹师 也不可能保证任何丹药的炼制 万无一失 所以 他要万分准备 拉着沐阳走出山洞 夕阳西斜 整个北云山脉内 也是显得昏暗起来 只是 刚刚走到山洞洞口 看出四周 沐云脸色异冷 看来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黄雀之后 还有毒蛇潜伏住呢 嘴唇抿抿嘴 开口道 呵呵 我就知道 沐云 你为了风铃草 不可能不到此地 沐云声音话语刚刚落下 一道冷笑声 骤然响起 少语 少语身后 少明等人 齐刷刷走了出来 原本十几人的队伍 此刻只剩下七八人左右 他们并未就此离开 而是一直在这里等待着 小子 风铃草交出来 我放你走 少语话语刚落下 一道闷声闷气的声音响起 来人身材魁梧 满脸落腮胡子 一双眼睛瞪得滚圆 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不怒滋味的气势 铁山户 你可真是好不要脸 然而铁山户刚刚现身 鞋刺里 又是几道声音走了出来 为首一人 身材高瘦 颧骨高高怂起 双眼阴逸 巴玉德 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死心 好了 我们三的都在这里了 唐明阳 你也不用藏了 出来吧 少明一步上前 脸上挂着微笑道 四下原本平静下来 可是嘻嘻嘟嘟的声音响起 又是七八人走了出来 这一下子 洞口已经是聚集了三四十人 这三四十人 修为最低的也是在肉身六重宁迈进 最高的便是巴玉德几人 肉身十重俱俏进境界 还真是聚齐了 看住另外三人 少明冷笑道 唐明阳 铁山户 巴玉德 我可是知道 这次那门弟子派出试炼 你们所派遣的地方 并不是北云城 切 北云城又不是你家 我想来就来 你能如何 最先开口的是一身肌肉的铁山户 看住少明 他眼中流露出不屑的神情 你叫沐云是吧 最近也北云城 到处都能听到你的鸣声 我也不难为你 风铃草 我很需要 所以给我吧 风铃草只有一种作用 炼制风铃丹 你如此急需 恐怕是需要一颗风铃丹吧 你能炼制 当然能 沐云嘿嘿笑道 莫说一颗 就是十颗 我也能炼出来 可是小爷我偏偏不给你炼 你耍我 耍你如何 小爷我炼丹 全凭心意 心情不好 不恋前世身为堂堂先王 何曾畏惧这些 今朝 他更是不怕 重活一世 要的就是潇洒 快一恩仇 被人阴了一道的感觉 可是让沐云很不爽 自己找死 就怪不得我了 看到沐云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铁山户促弹大小的拳头 轰然挥出 他完蛋了 看到此景 少羽兴奋地期待到 铁山户一拳 别说句丹静 就是通灵静武者 也是死 看来 不用我们出手教训他了呢 欺负到我沐云头上 你就是天王老子 也得给我趴着 看到铁山户冲上前来 沐云不畏不惧 悍然迎上 这一幕 落在少羽 少明 巴玉德几人眼中 是疯狂 是白痴 可是落到沐云眼中 却是勇敢 是气魄 是剑客该有的无谓之心 砰 一拳轰出 两道身影 一捧相处 沐云手中 两道印记怦然打出 直接朝着铁山户 双手臂上缠绕而去 正是八荒生死印之中的 生死荒印 生死荒印 一生一死 灭生断死 咚咚 下一刻 铁山户雄壮的身躯 轰然倒退 登登登 直直倒退了十几步 而后 铁山户有黑的脸庞 拂抹出一丝杖红 最终 还是忍不住扑的一口 吐出一口血来 怎么可能 看到铁山户轰然倒退 沐云依旧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在场诸人 瞬间傻眼 肉身十重与肉身八重 相差两重 可是这两重 可是天壤之别的两重 沐云 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七十六章 封天顶 天啊 而看到此景 一旁的沐阳 几乎是兴奋地蹦了起来 眼前这位是谁 是他的师父沐云 风靡了北云城十年的废物沐云 可是现在 一拳将十重距 撬进境界的铁山户击退 只是这一招 便足以让整个北云城彻底炸锅 倘若沐云用剑 已建议将铁山户击退 他也许并不是那么惊讶 可是沐云用的是拳 用的是硬法 很好 很好 狠狠擦掉嘴角的鲜血 铁山户脸色越来越阴沉 刚才只是他大意 若不然 小小的沐云 只需一拳 他便能取其的性命 咯咯咯咯的声音响起 铁山户原本接近一米八的身躯 骤然拔高 而他的胸口不断起伏 渐渐颤抖起来 这一拳落入下风 可以说是奇耻大辱 肉身十重距翘近 可以说是在体内七经八脉之中 开始积蓄力量 稳固真元 一边进入到灵学境境界之后 逐一开辟体内十大学窍 打湿基础 会员劈力掌 脚步跨出 铁山户魁梧的身躯 肌肉隆起 可以看到 他双掌之间 进风鼓动 居然是出现条条血丝 滚烫的真元 直拍沐云而去 滚开 看到铁山户动了真功夫 沐云毫不畏惧 八荒生死印 是他从东方玉手中得到 乃是真真正正的上乘武学 这一次 沐云调动体内真元 彻彻底底打出最后一道印记 八荒天印 八荒天印 遮天蔽地 这一印 沐云纵然是动用体内全部真元 论强度 也比不过铁山户 可是这一印 却是将沐云体内每一道真元 全部没有遗漏的运用 哪怕是极为细小的一丝 也构成了印记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双掌对双掌 这次大家都明白铁山户不会留情 而沐云更不可能大意面对 砰 一道低沉的碰撞声响起 两道身影并没有分开 四掌相对 强悍的波动 以两人为中心 竟是将周围十米范围的地面 通通震碎 铁山户掌心 风云涌荡 血红粘稠 而另一边 沐云掌中 两道印记泛住青灰色 虚幻飘渺 他所使用的武技 少明 唐明阳等人 根本未曾见过 但是只凭沐云以这一技掌印 将铁山户挡下来 不论胜负如何 足以证明 这门武技的强悍 唐明阳心动了 巴玉德心动了 少明更是心动 一门顶尖的黄杰武技 对于即将踏入灵学境的他们 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 可是日后 他们完全可以平集这门武技 来招揽宗门心腹 宗门之中想要立足 一便是武技 二便是丹药 三便是神兵利器 此种掌印 就算在我们圣丹宗 也极为少见 一印一世界 一掌一乾坤 变幻无穷 威力无穷 没错 若是得到 嘿嘿 这沐云肉身八重 能够硬汉铁山户 足以证明这门武技的强悍了 三人不约而同开口 看向场中 东东 突然 一道低沉的咚咚声响起 原本僵持不下的两道身影 随着咚咚声响起 平衡瞬间被打破 铁山户终于是率先忍不住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双臂下垂 八荒天硬 遮天蔽地 封印铁山户两条臂膀 根本不是难事 倘若木云同样在石虫具翘近 这片刻的僵持都不可能出现 风铃草 你还要吗 前世 见过了太多太多自以为是的宗门天才 总是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就算是有对手 也仅仅是宗门内那几个天才子弟罢了 这样的人 只有狠狠将其击败 才能完全挫败他 败了 铁山户败了 会员批力长都会败这种场景 是众人未曾想过的 僵持之下 他们以为铁山户会渐渐呈现优势 最终将木云击败 哪里想到会是木云重创铁山户 牛逼 看到此景 墨阳真是恨不得蹦起来大吼起来 恨不得回到学院 将眼前的一幕告诉妙仙语 告诉齐鸣 他们的木导师 简直是天才之中的妖孽 啪啪 漫长安静之后 啪啪啪的拍手声响起 一道人影从几人之中走出 好好好 北云城天才导师木云 将圣丹宗内门弟子铁山户击败 八重聚丹静 击败十重聚翘静 厉害 厉害 说话之人 正是少明 这一次 对于风领动的探索 他们并没想到 木云居然会是最后出现的人 之所以埋伏在这里 是因为几人都是明白 纵然大多数人失败 他们四方彼此任何一方都不会放弃 所以几人都在等 可是没想到 等到最后 出现的居然会是木云 更是没想到 木云在面对四人之时 不但不低头 反而是和铁山户硬钢了起来 结果 他还赢了 这简直是赤裸 裸得打击圣丹宗弟子的脸 过奖了 少明 你若是想和我比划两下子 我也不介意屈尊指教指教你 你 哈哈 正在此刻 又是一道哈哈大笑声响起 少明 你也别卖关子了 我看 我们几人先把他杀了再说 唐明阳 你说如何 干嘛扯上我 听到巴玉德的话 少明脸色一沉 看住唐明阳和巴玉德两人 露出不满的神情 少明 你也不用在这里卖关子了 铁商户商了 我们三人杀了这小子 不幸掏不出来什么秘密 没错 而且据我所知 这封岭洞内的家伙 可是我们宗门内的一位清传弟子 之所以逃离宗门 是因为偷了宗内的封天顶 封天顶 封天顶 听到巴玉德此话 唐明阳和少明两人 明显一震 你们不知道 心中暗骂一句 巴玉德脸色抽了抽 他以为唐明阳和少明两人 已经知道此事 没想到两人压根不知道 封天顶可是极品玄器 用他来炼丹 炼器 都是极为顺手 没想到宗门这些年 一直没听说过他 是因为如此 哈哈 我就说嘛 巴玉德你个老狐狸 怎么会因为一位 灵学境五重的强者 甘愿冒险 原来如此 哼 听到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 巴玉德脸色铁青 说不出话来 封天顶嘛 只是听到巴玉德的话 沐云却是暗暗点了点头 原来他所得到的是封天顶 怪不得如此奇异 不仅能够炼制丹药 还能够炼制神兵 这样的顶炉 出现在天运大陆 确实是十分罕见了 这家伙 不知道有没有在洞里 遇到那封天顶呢 说话间 三人目光已经是彻底聚集在 沐云身上 看到三人如豺狼一样的目光 沐云心头微了 今天 无论如何 这三个家伙 是不可能放过自己的 倘若让他们知道 封天顶就在自己身上 三人估计会立刻冲上来 把自己撕碎 只是毕竟两名肉身十重具 翘近强者 一名九重通灵镜 再加上他们身后 二三十名修为 丝毫不低于六重宁迈进的舞者 这一战很难 最重要的是 一旦开打 沐云便会首当其冲 受到威胁 师父 我知道你在担心我 但是 身为你的徒弟 我不怕 沐云突然开口 与其坚定 好 这才是我沐云的徒弟 只是 这些渣子 想要困住你我 根本不配声音落下 两道铿锵声 同时响起 两柄青缺剑一同出窍 见其盎然 这么多人欺负师徒两个 不太恰当吧 眼看厮杀一触即发 一道清冷的声音飘荡而来 雪白的身影 破空滑翔而来 一股冰冷的气息 迅速弥漫 秦梦瑶一身白色长裙 如同仙女下凡 气质脱俗 只是一双眼睛 紧紧盯着沐云对面众人 带着杀意 你居然偷偷瞒着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转过身 看住沐云 秦梦瑶脸上露出一丝不满 称怒道 哪有 刚好而已 本来想叫着你 可是人太多 一直没机会 沐云抓了抓头 苦笑道 带着你的宝贝徒弟 都不告诉我 还说没有 真的没有 我就不该管你 让他们把你撕成碎肉 不用那么残忍吧 看到两人对住周围众人 视若无睹的样子 沐云忍不住砸了砸嘴 这里可是真正的杀法 不是玩笑啊 师父 师母嗨嗨 终于是忍不住 沐云拉了拉两人一脚 闭嘴 闭嘴 被两人一喝 沐云张了张嘴 呆在原地 够了 终于 唐明阳三人忍受不住 沉喝一声 你们两人 打尽骂俏 可不是现在 不如我送你们下地狱 去恩爱吧 一声嘀喝 唐明阳率先忍受不住 掌风呼啸间 一掌拍出 劈劈啪啪的声音响起 唐明阳掌风之中 夹杂住丝丝黑气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鼓毒阴煞掌 这个唐明阳 居然是不声不响 将这门舞技炼成了 果然是心怀叵测 你们两个 不用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 你们隐藏的手段 我也不是不清楚 一只闭目调息的铁山户 突然开口 你这大家伙 也没那么容易死吗 现在就好好的了 看到铁山户 重新站起 巴玉德和少明两人 应笑起来 第七十七章灵明 如果被一个区区肉身八重的废物打败 我铁山户也没脸在圣丹宗待下去了 面对两人的调笑 铁山户毫不在意 你们现在不出手 我可要出手了 毕竟 风天鼎只有一个 说话间 铁山户的身体再度拔高 浑身肌肉如同盘起的树根一般隆起 体内庞扶惊 惊雷炸开一般 霹里啪啦直响 我看你是找死 而另一边 看到唐明阳冲来 秦梦瑶正愁没地方发火 那散发着恶丑的气息 随着秦梦瑶一声吻吓 居然是隐隐颤抖起来 紧接住 秦梦瑶御手探出 只见手掌之间 一缕寒气漂浮 眨眼化成冰珠 那冰珠瞬间脱离秦梦瑶手掌 飞向唐明阳 砰 下一刻 一道砰响声响起 冰珠化成冰屑 悄然炸开 一缕缕雪花飞舞 沾染上那些黑色的气体 咔咔咔 一道道咔咔咔的声音响起 黑色气体居然是瞬间 被冰屑粘附住 落在地上 化作碎片 同时 那唐明阳的双手 也是被冰屑粘住 血流凝固 骤然停止 糟糕 看到此景 唐明阳立刻想要回身撤退 只是秦梦瑶哪里会给他机会 敢对云阁出手 就该做好死的准备 秦梦瑶冰冷的声音响起 冰屑粘附住 唐明阳的速度越来越快 最终喷喷两声乍响 唐明阳双手 已然是支离破碎 一声惨叫响起 唐明阳跪在地上 两只手臂弯曲 脸上露出痛不欲生的表情 紧咬着牙关 他的双臂 并没有因为双手彻底炸碎 而流出鲜血 反而是瞬间被冰屑粘住 伤口冻结 精英如雪一般剔透 以及 唐明阳双手被吠 秦梦瑶展现出的实力 简直比沐云恐怖十倍不止 肉身石虫 一招将唐明阳击败 秦梦瑶你果然不简单 人群之中 少明眼中爆发出一抹金光 而另一边 想要奔出的铁山户 登时间待在原地 不知该继续还是该停下 场面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唐明阳双手化为鸡粉 可不比铁山户被沐云击伤 这可是一辈子都无法恢复的 啪啪 正在此刻 一道拍掌声响起 原本寂静的场面 众人目光 全部集中在那拍掌的青年身上 青年一身灰色长衫 一张普通到极致的脸庞上 不露笑容 这样的青年 放在大街上 绝对是无法认出 只是 目光落在青年身上 沐云心头却是一颤 灵学镜 看到青年虎口微微凸起 双手恐无有力 沐云明白 此人 彻彻底底的是一位 灵学镜一虫境界的舞者 灵学镜一虫 开辟双手虎口出的河谷穴 使得双手力量涂增十倍 相比于肉身石虫顶尖的五万斤距离 灵学镜一虫 开辟出河谷穴的舞者 一拳轰出 便足有超过五万斤距离 这也是灵学镜强者的恐怖之处 一体内真元开辟十大学窍 每一个学窍的开启 都是舞者力量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有言 灵学石虫天 一虫一变天 足以看出 灵学镜石虫舞者境界的舞者 每一虫变化之间的强大差别 而肉身石虫与灵学石虫 之间的差别 更是天壤之别 看到那面色普通的青年开口 晴梦瑶秀眉促起 灵学镜一重 开辟出河谷穴而已 难道你以为站出来 就可以为他们撑腰了吗 看到青年 晴梦瑶不屑道 啪啪 青年再次拍手 笑道 晴梦瑶 晴家大小姐 注定活不过二十岁 可是被沐云治好体内的寒毒 修为一路高涨 果然 少明说的话果然不错 少明 沐云眼中寒芒一闪 晴梦瑶体内的寒毒 别人不知道 可是他却是一清二楚 冰皇神魄的强大 眼前这些人可能一个人也不清楚 可是整个天运大陆 或者顶尖的圣丹宗内 恐怕一些人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到时候 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一些人想要强行将晴梦瑶带走 他根本无法阻止 说到什么 晴梦瑶也感觉有些不对劲 冰皇神魄的强大 目前只有他和沐云知晓 倘若被强大的实力觉察出来 后果确实难以想象 呵呵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过几天 结果就会明了 到时候 展现在你面前的 将是更加广阔的天地 普通青年 庞扶看住一块金子一般 脸上露出炙热的表情 那是一种炼丹师 看到一枚神丹 在自己手下炼制成功之后的疯狂 可惜你没机会了 看到青年脸上的疯狂之色 晴梦瑶脸色冰冷 眼下他与沐云的爱 仅仅是刚刚开始 他不允许任何人打破 嘿嘿 借此机会试探一下你的实力 我也很期待呢 林明师兄小心 这女子不简单 放心 肉身石虫罢了 伤不了我 林明极为普通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身形一窜而出 晴梦瑶早已经是怒不可遏 但凡是想要破坏 他和沐云感情的人 都必须死 沐云更是不可忍受 少明 你可知道 鹦鹉爱脚蛇 所以 他注定活不了多久 沐云脸色一寒 手提青钢剑 冲向少明 杀了他 与此同时 少明 铁山护 巴玉德三人即刻出手 铁山护和巴玉德两人 本就是肉身石虫 再加上九重通灵境巅峰的少明 还有十几名七重八重的舞者 瞬间围拢向沐云 沐云仔细看着 师父这次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剑意 这一刻 沐云感觉到 沐云心中 在酝酿着一团火焰 这火焰即将爆发 丁 一剑出 补影之剑 这一剑 沐云看上去是如此熟悉 而又陌生 熟悉 是因为他正是因为沐云这一剑 领悟到了剑意 而陌生 是因为沐云这一剑 与之前简直是天壤之别 叮叮叮 刹那之间 叮叮叮的剑声响起 沐云身体凌空翻滚 清缺剑光芒乍现 众人的动作 在这一剑之下 彭扶彻彻底变慢下来一样 扑哧扑哧 顷刻间 五道身影 倒地不起 颈部鲜血喷洒 生息消散 一剑收割五条性命 而且是在巴玉德 铁山户三人的围攻下 沐云八重剧 单进境界 做到这一步 简直是奇迹 你以为这样就算完了吗 少明 我会让你后悔你的多嘴 沐云一步跨出 九重之下的舞者 根本无法阻挡他 渐渐地 他的步伐 奔向最后的少羽 你不是想要回你的空间戒指吗 我现在给你 你接得住吗 沐云大喝一声 长剑已然出手 你敢 沐云 快拦住他 拦住他 看到沐云直逼少羽而去 少明双眼冲着血 直勾勾地盯着沐云 恨不得喷出火来 只是 但凡是肉身八重境界的舞者 靠近沐云 便是被沐云一剑挑飞 即便是九重通灵境舞者 也能够被沐云巧妙地避开 看到沐云针对自己而来 少羽脸色惨白 刚才他可是清楚地看到 沐云一剑将身边一名八重巨 单进舞者挑飞 眼睛眨都不眨 八重巨单进的沐云 恐怕只有大哥才能够抵挡住 这家伙 到底是如何修炼的 他不是曾经北云城最有名的废物吗 废物 在想什么 你不是说 早晚有一天 让我跪住把空间戒指还给你吗 沐云大喝一声 身形一跃而起 而此刻 看到沐云一跃而起 少羽早已经是双腿打颤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裤子一片湿润 不 看到沐云毫不留情 最终依然是一剑挥出 少民脸色争鸣到极致 扑 最终 伴随着一道扑驰声响起 一颗人头 轰然落地 少羽 少羽 彻底丧命 这两兄弟 从进入到北云城 便一直是处心积虑 杀之 并不过分 好 很好 沐云 你的死期到了 少民挺直身躯 忍着悲痛贺道 巴玉德 铁山户 只要你们助我将沐云斩杀 回到宗门 我便会向我爷爷请求 以每人一剑下品玄器为报答 此话当真 此话当真 少民双眼露出视血目光 几乎是吼出来 若为此话 我少民此生绝无可能 踏入到灵学石崇好 看到少民几乎疯狂的表情 铁山户和巴玉德两人 嘿嘿一笑 刚才他们之所以能够让沐云 一路冲杀过去 便是不想让各自消耗过大 可是此刻 一柄下品玄器 足以让他们下定决心 斩杀沐云 嘿嘿 少民 你若是早点讲出此话 不管这家伙身上有什么宝贝 我也不和你争了 你爷爷练着的下品玄器 我可是一直敬仰的锦 巴玉德微微一笑 对于少女的死 他才不在乎 三个废物 加起来同样是废物 面对三人联手 沐云丝毫不在意 彭腐此刻站在他面前的 即便是灵明 他也可以淡然对待 嘴硬的东西 冷笑一声 巴玉德率先出手 他的手中 多出一颗黑色的珠子 那珠子浑身上下 泛住视血的黑芒 金光闪闪 巴玉德 你的夺命烟云珠都拿出来了 看来 我也要拿出点真本事了 看到巴玉德的举动 铁山户哈哈一笑 铿枪一声 一柄大刀 豁然出现 你 你 我敢来 我敢来 你 你 我敢来 我敢来